如果来讲你的薪水是五千还是一万还是万五一个月 你又想要拿房屋贷款 到底银行可以批你几多钱呢 这一样东西呢就是很多人不明白 他们通常都是把所有的那些文件就交给银行 当他交给银行的时候 他就要等银行的大付 到底他们可以不可以借到房屋贷款 那今天我们就会分享到200法车 那这200法车呢其实是这样算的 当我们的工资我拿一个比例一万块 如果来讲我们要计算200法车的话呢 你要记得这样东西哦 它是一个秘方来的 当你这个是一万块的时候 你要记得这样东西 就是乘点八 然后呢 乘点七 然后呢 剪掉 如果来讲你有工不齐的话 每一个月 在你自己本身的名字的话 这样你就要扣掉你每一个月的不齐的工期 就是你的物质 然后你还要再剪掉你的车期 如果来讲你有车期再用在你自己的名字 另外一个呢 如果来讲你有卡在 当你要在借的时候 在那个卡里面有大概是5000块 银行当时的时候 当它计算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拿5% 5千块 那就等于是250 Credit CA 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数目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LA Leverageability 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可以用来供其他的东西 你拿到这个数目的时候 你就乘200 这个就是你的loan 好吗 来 所以来我们计算一下 这样如果来讲我们的薪水的话 是 1万块 乘点8 这个就是8千 那8千了过后乘点7的话 5千 如果来讲 屋子 因为你想要买第一件屋子 所以 这个屋子就没有在里面了 你供一辆车 如果那辆车 比如说你买一辆 比较豪华的车 1600块 你每个月供1600块 你每个月供1600块 这样你就要扣掉1600块 这样如果来讲你的卡 刚才我们说 你大概有250块的那个Credit Card 就是5%5000块 这样那个 就要再减掉250块 这样 总数你的LA呢 是 3750 这个就是你可以借的数目 这样这个3750呢 就是我们的LA 这个LA呢 就把它 乘200 这样那个数目就会去750千 大概是750千 那 这样银行就会批你大概是750千的房屋贷款 如果来讲我们再减发一点 做什么有这个数目的话呢 这样我想要提醒大家 这个就是我们的叫做Net Income 扣了税的钱才是乘.8 这样乘.7呢 就是银行的Debt Service Ratio 这样 Debt Service Ratio 是银行的法治 这样有一些是7.8 8.9 如果来讲你的薪水少过5000块 可能他给你6 就是那个数目 越少 当你的数目越少 你借的数目也是越少 这个是银行的规律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monthly commitment 接下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的LA 当LA的时候你乘200 这个就是你的数目 我希望你们今天可以学到这样东西 把你们自己本身的财务整理好 记得银行只是借给有钱人 它不会借给没有钱人 这样你们自己本身要知道怎样去包装 所以你的银行的loan就可以过了 嗨 我的名字叫Adrian V 我希望你们今天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 关于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房屋贷款 如果来讲你们还有一些疑问 放下这个comment box below 我希望我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 我们下一轮再见